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远景巡逻抓小偷或者是逮车手 在大街小巷里穿梭 这时候就要有台林敏机车 可以来应变运用 山业机车今天是捐赠了30台的电动机车 给新竹县五个警分局 要来协助扫黑抓毒和防炸使用 为拼治安增添力气 送上全新的电动机车 协助新竹县打击犯罪 山业机车今天捐赠现警局30台警用机车 能为破例式执勤抓犯人增添力气 有了这30部的电动机车之后 对我们打击犯罪 提升服务乡亲的效率 可以讲是可以大幅的改变 而且给我们更大的一个助力 所以我们对于台湾山业机车公司的议举 我们非常感谢 105年就曾捐赠30台巡逻机车给新竹县 这次山业再次发挥企业回馈精神 同时响应2050年环保净零丁 转型再捐30台电动机车 能提供横山竹北竹东新湖新浦 五个警分局作为基层远警或便衣刑警 扫黑抓毒追捕违反交通车辆 与防治诈骗等使用 县长杨文科特地回搬感谢状 警察局也送上警察公仔模型 感谢爱行企业以行动支持地方治安维护 目前全县共有 也成为玻璃市大人最坚强后盾